娱乐圈明星一直都是很多人追捧着对象,在街上如果能遇到一位明星算得上,是一件十分幸运的事。 不过大多数明星出行都十分隐秘,因为众多狗仔的问题,和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混乱,所以他们不得已如此。 不过也有很多明星出行,并不在意这些,这样随心所欲,轻易变装的出门,一些明星的出门可谓是丝毫没有明星的架子。 其中作为老牌演员的周润发就经常变装出门,在周润发居住的附近你会经常发现他的身影,并且你和他打招呼,他一会第一时间回应你。 平时的包哥十分随性,穿意也是随便,甚至很多人认为他不像是一个明星,更像是个普通人,对于发个如此随心的行为。 网友们纷纷表示这才是真正的明星,娱乐圈比较低调的还有吴京,吴京每次外出拍戏回来,都会一个人拿着一个行李箱慢慢的走着,穿着也是普通的迷彩服,模样也没有打扮,十分的朴素。 如果大家不仔细看,相信很多人认不出这就是吴京,对于以上比较低调的明星,下面这些高调出行的明星,可谓是让人觉得十分搞笑,其中就有明星,请了二十多位保镖来保护自己。 结果惨糟把脸,韩国艺人姐妹花邓秀妍和邓秀精二人来中国参加一档节目,他们害怕自己在中国的粉丝会堵他们,于是乎就从韩国带了二十多位保镖来保护自己。 二人一下飞机,保镖们就把他两位住,害怕粉丝会伤害他们。 但没想到,机场没有一位粉丝出现,甚至其他机场出行的人都没有在意他们。 这样的凄惨的情况确实十分肝胖,网友们也是调侃。 打脸部,平时比较高调的还有湖南卫视的张大大,一直都认为是明星的他,出行课卫视十分高调,经常戴着一个口罩,怕别人认不出来的样子。 张大大因为人品和自己作死的原因,导致自己的人气一直都十分的低,甚至很多人对他感到厌恶。 机场出行的他,本以为有粉丝接待,结果空无一人,他只好独自一人走完旋程,对于明星高调出行的行为,大家有什么看法?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